今天呢 我们在这里就想有一个结论 这个结论呢 是通过我们对中国基督教史上 从唐朝的警教下 到文革之后 基督教在中国的发展 我们回头来总结来看了的时候呢 我们就会发现 在尼弟兄的生命当中 特别是在他的后期 他做出了一个非常杰出的决定 通过他的这个决定 我们也看到了 对比其他历史时代的人物 尼弟兄身上 神的灵与他同在 有了圣灵的同在 他就有意象 他就能够看到耶利米所看到的 那七十年就要七十年 成就的是耶和华 照作为要建立的也是耶和华 耶和华是他的名 他如此说 你求告我我就应允 并将你所不知道 又大又难的事指示你 这是什么 这就是继承人 后来者的问题 我们看利马斗 我们说利马斗 是被神所使用的一个传教士 为什么呢 利马斗不单建立了 利马斗的传教策略 更是在他百年之后 他做出了一个 我们众人所不理解的决定 一直在他旁边 成为他秘书 成为他助手的传教士 庞底我 他没有把这个继承人的位置 放在他身上 而是选择了什么呢 仍然在外面传福音的龙华敏 也是一位传教士 众人都大吃一惊 大家都认为什么 哎呀 庞底我在利马斗的身边 那直接从老师这里 能够得到真传 但恰恰相反 龙华敏呢 是在下面是在底层传福音 跟利马斗所强调的 向明朝时期的官员传福音 恰恰相反 但是各位 利马斗他就选择了龙华敏 而龙华敏当他继承了这样的一个领袖的位置之后呢 他事实上 他是直言不讳的 他反对利马斗的上层的传教路线 而继续的来走他下面的传教路线 以至于使明朝时期的天主教有了一个大的发展 我想利马斗在神那里 也会为自己的决定所高兴的 谁不希望有更多的中国人的灵魂能够得救呢 那么在这里我们再做一个对比 中国天主教历史上第一位的主教 我们把他称之为罗文藻 罗文藻呢 他很不容易 他冲破了多明我会 他冲破了这些传教士 对他异样的观点 他成为了中国的主教 但是成为了中国的主教之后呢 是他也培养了一批中国的神父 在这其中呢 就有画家吴虞山 感谢主 他不单是画家 他更是中国最早期的神父 当罗文藻百年之后呢 他也应该把这个位置呢 来交给我们中国的神父 他没有想立马逗这样 他却选择了一位西方的传教士 来接替了他的主教的位置 对中国的教会呢 没有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影响 今天我们回国头来 再来看尼弟兄 大家是每一个人都知道 李长寿弟兄 李长寿弟兄呢 跟我们的尼弟兄 包括宋尚杰 都非常感恩 因为他们背后 有一位伟大的母亲 如果我们在这里来看 李长寿弟兄 他是怎么悔改 怎么能够接受 我们尼弟兄的 接受地方教会的 我们在这里就一定相信 圣灵他的能力 同时也看到尼弟兄 对子女的教导 正是背后一位伟大的母亲 包括尼弟兄也是 他的母亲 他的母亲不先悔改 自己在生命上 没有让儿子 让尼弟兄 看到自己的妈妈 突然间 哎呀 幡然会悟了 有了一个新的生命 尼弟兄也不会受圣灵强烈的感动 李长寿弟兄也是这样的 我在这里到建议大家好好的去研究一下 李长寿弟兄如何送母亲的影响 当然你我都知道的是 在1925年 李长寿弟兄19岁了的时候呢 正好在山东 我们尼弟兄的最重要的助手 王佩甄姊妹 他在那里讲 出埃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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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弟兄这个时候呢 他受了很好的教育 也有了很好的工作 他到底是继续在这个社会上 在自己的很好的工作当中 来享受这个世界 还是 他出来 他要破碎自己 灵要出来 他的信仰是出来了 但是因为家庭 他要抚养自己的家庭 他要有收入 这个时候 他就在犹犹豫豫当中 那后来李弟兄他自己他回忆啊 有一段时间 他正好与李弟兄在一起 他说虽然我与李弟兄在一起的 这个时间很短暂 但是那种主的甜美 那种主的可爱 那种吸引 那种新鲜 使我印象深刻 就因为我跟李弟兄在一起 短暂的日子 我下定决心 要跟随主 我要有转机 我要支持到生命 我要有怎么样 跟主建立一个更亲密的关系 像李弟兄跟神一样亲密的关系 所以在这里 我为后来的这些评价者 包括像建造神学院 我原来是那里的学生 学教目硕士的时候 梁嘉林院长就是我的院长 我在这里要请我们的梁嘉林院长 他是中文大学 是历史系毕业的高材生 是历史系的博士生 又是神学院的院长 但是梁嘉林院长 今天必须要悔改 你就是通过一些人的见证 通过一些不完善的历史史料 你在这里就对你弟兄 有如此负面的评价 我问梁嘉林院长 你像李长寿弟兄一样 跟你弟兄见过面吗 好 你没有跟李弟兄见过面 那你跟他的亲人见过面吗 你跟陈中道牧师见过面吗 李长寿弟兄就因着 跟尼弟兄在一起的见面 就在一起的谈话 他的灵就大大的受到了影响 更重要的是什么呢 尼弟兄给他的一封信 很简短的 就一句话 但是这一句话 恰恰是地方教会 最重要的一个转机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呢 在1933年 你弟兄就给李长寿弟兄 我们不叫做信了 就是一张纸条 上面一句话 他说长寿弟兄啊 关于你的前途 我觉得你应该全世界 你也侍奉主 你感觉如何 愿主引导你 大道至简 话不再多 而在于你这个话 是不是说到我心上了 这个说的李长寿弟兄 他还是在挣扎 一看到这张纸条 他就确认 真的是主在引导他 他就毫不犹豫的 把自己的一切拿出来 来到了上海 来成为 从此之后 成为你弟兄 事工当中 地方教会当中 最重要的一个同工 而且你弟兄跟他讲 他说你知道 我为什么给你写 这张纸条吗 是因为我正好在路上 神给我一个感动 我那么多人 我都不想起来 我就想起来你 那么后来 在1949年的时候 你弟兄 把李长寿弟兄 叫到自己的面前 斩钉截铁的 毫不犹豫的跟他讲 接下来的环境 不是你我所能够承受的 你一定要到台湾 李长寿弟兄还不理解 当他到了台湾 从几十人到几百人 到几千人到几万人 地方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了 不但如此 到了美国 到了世界各个地方 李长寿弟兄 包括他写的这些著作 他的这些信息 真的就像你弟兄 当年所想到的一样 完全达成了 所以各位 我在这里说 你弟兄 是神与他同在 因为 他看到了 李长寿弟兄 接下来 是上帝所拣选的 这位继承者 让我们今天 再一次的感谢主 在2018年的时候 我们的招会 在台湾举行了 三万人的圣会 有62个国家 参加 一同来掰饼 来领受主的圣餐 那个声势 那个场景 我相信 在天家的长寿 在天家的尼弟兄 他们都会 鼓掌欢呼的 哈雷路亚 我为我能够看到这段历史 看到这些历史的史料 我向主献上感恩 愿神赐福我们 每一位弟兄 愿神赐福我们的招会 哈雷路亚 这一位弟兄 我们下期待